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天教授家的28个保姆开始 台湾演员李立群便走进了内地观众的视野 来内地发展已经20年了 和各类学历派演员合作 演技毫不逊色 堪称老戏骨 生活中的李立群还爬过喜马拉雅山 研究过中国的古剧 她曾在西餐厅做表演秀达2000女场 成功地让时刻放下刀叉欣赏她的表演 她尝试过七八个行业 做过十几个行当 一点一点的生活企业 都融入到每一个角色当中 表演自然不露痕迹 李立群 1952年5月2日 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 祖籍是河南梦州 从学生时代开始 李立群就已经是个演艺界的活跃分子了 在舞台剧 电影 电视剧中饰演过几百个角色 出过墙上 做过主持人 李立群从中国海市商业专科学校航海科 毕业后从试海员工作 跑船八个月 曾驾驶两万吨级别轮船去澳大利亚 1976年退伍后 李立群演出舞台剧《一口箱子》 还曾在综艺节目《综艺版》中担任固定谐星 以后李立群出演的诸多喜剧作品 也与他的综艺才能息息相关 1981年 李立群 因为得到邓玉坤与陆广号的赏识 进入了电视圈 他在《情绪连舞我年轻》中与余山 长风一起出演角色 并听见四剧获得了金钟奖最佳电视男演员奖 当时李立群二十九岁 1983年 因出演歌舞电影《大挫车》而声名却起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依然分尸两脚 表现真的可圈可演 1984年 玉立过休 赖声川合作成立表演工作坊 1985年起 相继推出了那一夜 《我们说相声》 这一夜 谁来说相声 《暗恋桃花园》等相声作品 之后演出的单口相声《台湾怪谈》 创立了全新风格的相声表演方式 1995年 李立群音语搭到《赖声川》的表演理念不同 而离开表演工作坊 而离开表演工作坊 转到内地发展 揭拍了很多的影视剧 1998年在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中饰演田教授 为内地观众所属制 2000年 2000年 在桃红 许丁主演的古装神话喜剧《纯光灿烂》《周八戒》中饰演《东海龙王》 2003年 与蒋秦秦 林心如 坦耀文主演《明珠爱情剧》半生源饰演著《红彩》 这个角色令人印象深刻 2008年 在侯永王志飞主演的《历史战争》剧《大秦帝国》中饰演了《霍王》 2011年 玉樱桃 张义 近东主演农村立志剧《温州一家人》 2017年 李立群与蓝天也合作 出演拉升川指导的话剧《东之旅》 这也是两人时隔20年之后再合作 其中的感慨不言而喻 在事业上精益求精的李立群 也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为了照顾家庭 妻子选择了当全职太太 两人与有两子一女 目前一家人在加拿大居住 今年65岁的胎鹰拍戏的原因 经常往反内地和加拿大之间 家庭的一切事物全靠妻子一人打理 李立群的儿子女儿都进了演艺圈 女儿李源源毕业于温哥华 在我看你游戏中获得冠军 大儿子李源太也在拍戏拼事业 小儿子还在读书 都在努力奋动 小儿子 小儿子 小儿子